中央老師的指示 小朋友們學習巨竹子 拿著成品興奮極了 我沒有學過我是第一次吃 我也沒有學過 你爸從大韓玩的 不太玩 很新鴨的感覺 第一次就大成功 見得國小與五人國小老師 帶領班上的學生前進農場 動手實作 從巨竹子開始到竹筒的完成 全都自己來 在這個戶外教育之中呢 然後透過實作去了解說 具竹子啊 或者是說採竹葉 然後去製作竹筒飯 然後一個完整的過程 來學習說竹筒飯的一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流程 農場主人仔細示範 如何成功做出 不掉米粒的竹筒飯 運用竹葉 讓小朋友們動手動腦 也是這邊 最主要是讓小朋友去學習說 如何去選擇我們要做竹筒飯的竹子 然後再來 學習如何去聚竹子 因為以小學這個階段 他們還沒有使用過竹子 然後也是教他們如何正確去使用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做竹筒飯的過程中 然後那麼也需要去摘一些竹葉 然後去綁那個 就是要封蓋的時候綁繩子 可以去訓練小朋友們那個手的一個靈活度 那今天最主要目的就是讓小朋友去學習 其實我在我們的大自然環境中 是有很多的即將淘汰的竹子 我們來做使用 利用即將重生的竹子竹葉 讓生態循環不息的理念傳遞下去 同時也藉由產地到餐桌的食農教育方式 讓孩子們更能珍惜食物擁有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